主先生会考虑先部分赔偿来争取侵犯的机会吗 土豪哥朱家龙前年在打鼻屋饭店开毒趴 提供毒品害死郭姓女魔 郭女家属向土豪哥及共犯求偿2807万元 法院三日开庭审理 土豪哥的律师主张 土豪哥二审被判刑10年 但已遭最高法院发回更审 原因在于死者身上验出高浓度PMA反应 但参与毒趴的人都没验出PMA反应 女魔是不是不用自己带去的PMA毒品导致死亡 这都是根审要厘清的事项 建议等根审结果出炉再进行民事审理 女魔家属律师则说 土豪哥等人事发后好几天才到案 或是施打排毒针 所以没验出PMA反应 前女魔是因综合药物中毒而死 不限于PMA 土豪哥他们却有提供多种毒品给大家服用 难脱赔偿责任 双方攻防不断 法官最后预知 全案哲习再开庭